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大概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 人生的经历的过程 这边有谁住红山 黄山 有人听黄山吗 有啊 真好 我看这边大概 差不多平均年龄大概都有至少四五十岁了 平均我这样看 我本身出生于红山井 黄山 很多人们说 黄山 你们这一代的人 老一代的人 他们的想法叫黄山 黄山出 难走 对不对 对吧 是不是 你去外面跟人家讲你住哪里 黄山 难走 现在你讲黄山没有人懂 黄山 老人哭 那边老人怨了 现在是变老哭了 现在你讲说坏 你站多路 一顺一顺一顺 现在是出名一顺 我们那个年代 对不对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我们讲的比较 比较复杂 比较复杂的一区 红山就是那个区 是一个很复杂 又是一个很老的区 在新加坡 所以当然我本身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 所以爸爸他是早上做保安人员 然后晚上他去做第二份工作 就是去面包厂那边打面包 然后妈妈呢 就是那时早期的时候是家庭主妇 我们还小的时候 然后就拿了兼职工作 去我们对面有一个工厂 JTC的工厂 就去那边 跟人家拿衣服来剪线 一件赚一分两分 你看你们老一代都懂啊 剪线对不对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小时候就每次跟妈妈一起推trolley 去factory那边拿布啦 拿衣服回来剪线 剪一件一分两分这样子 对不对 然后他就找到一份工作 去中央医院那边做clock 从那边做起 所以在我们那个家庭 贫穷的家庭 大多数新加坡人 他们那时老一辈的想法就是说 可以读就读啦 不可以读找一份工作 猴猴坐廊啦 对不对 tray scoreboard 然后他买一间HTV就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新加坡的梦想 所以那时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新加坡的梦想是一个很简单的梦想 对不对 能读就读 不能读找一份工作 维持一个家就这样啦 所以在很小的时候我们就没有 就是父母也没有受到高等教育啦 他们自己也是学域不高 所以就一样啦 就说你要读就读啦 然后你坏也没有办法啦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他们要谋生嘛 所以父母两方双亲都要去做工嘛 对不对 要维持啊 新加坡很贵 不可以一个人做工的 要两个人做工 对不对 所以after that 那时当然爸爸妈妈就去做工 然后很小的时候啊 就自己大巴士去学校啦 然后放学自己去买吃啦 you know so一路来 可能英文叫做survivor skill 很strong 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就是 你没有梦想 你没有去想说 以后我想做律师 以后我想做医生 哪有可能 你跟人家说你住在洪山你要做律师 人家笑你的 我懂 人家说骗人啦 你做梦 对不对 我们是没有前任的孩子 ok 所以那时当然就是因为 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这样的一个环境 就变成说当然啦 我相信我不是唯一的一个 很多像我这样的年纪 在那时 也是参到坏朋友啦 对不对 那时私会党啊 哪里都有的 哇 今天去学校啊 不是去读书啊 今天去学校是去拼罪 你怎么懂 等一下不用紧 我们 在学校拼罪拼不够啊 要去拼district level的 你怎么懂 region的 哇 我们这个学校的牌子 比那间学校的坏 我们今天去那个学校拼 这样子的 所以以前的学校就是这样 哪里有现在的学校 现在这么安全的 对不对 以前不是 所以以前你每天去学校 你提心吊胆 你都不懂 你都不专注要去那边念书 因为你去那边 不是你打人就是给人家打 不是你欺负人家 就是给人家欺负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很像一个森林这样子 所以那时我去学校的 那个想法就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当然就 认识了损友啦 当然 自己也是讲说 没有去检讨 我没有去自拔 然后当然 一件事就变成两件事 两件事就变成三件事 全部都是坏事 没有好事 所以 我其实很小的时候 我到了13岁才开始讲英语 所以一路来 我都是讲华语 讲方言 所以你不要看我这样 律师 把你讲广东话 福建话 得就位 什么都可以 我们那个你 只有黄色出这种 pattern 你现在 你去哪一个地方 你问年轻人 你跟他 讲福建话 他讲你在讲什么 他听不懂 把我们那个年代的 全部方言都回了 减减减减减减 偏价偏价 一点点一点点 OK so after that 我12岁开始抽烟 14岁喝酒 16岁欧豆 打架 给招罪 所以 其实一路来 都是这样 从来没有想过 好好地去讲说读书 去找一份工作 还是怎么样 OK then I think 最坏的时候是在 过了中学之后 过了中学之后 那时 也就 打乐队 玩乐队 然后开始留长发 到现在还是一样 OK 这一点没有变 从16岁到现在 没有变的就是那个长发 我很喜欢长发 很喜欢 真的喜欢长头发 OK 我也不懂为什么 然后我发现 其实是可能跟主耶稣有关系 我不懂 我 suspect 可能是这样 那时不知道 因为我打摇滚乐 不对 所以那时每个披着长发 对不对 所以就很喜欢 就直接留着 OK so after 离开中学之后 就变本加厉 也真的是不懂 因为也考得不好 我小六不及格 我没有 actually不算不及格 刚刚及格 百三分 就去中学 中学是读 normal stream的 对不对 then after that 中 中学的时候 也是没有考好了 basically 哪里都不能进 poly不能进 JC不能进 更好笑 I.T.E.能进 只能进一个课程 那时我还记得 我拿了成绩 我很排斥的 我朋友每个家 你进哪一间学校 我讲 I.T.E. 他们每个笑 你懂I.T.E.是什么吗 我讲什么 It's the end I.T.E.完了 你去I.T.E.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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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I.T.E.不是以后 修Aircon 就是加taxi 要不然就是 你做mechanics 对不对 那时的想法都是这样 不像现在I.T.E.很漂亮的 非常漂亮 因为我去那边演讲 你看它的campus 它比大学更漂亮 如果以前有这样I.T.E.我 每个人都去I.T.E.了 对不对 这样多课程 以前没有啦 人家讲I.T.E.是西草 对不对 standard的 因为那个年代 我小学的时候 他们还叫VI V.I.T.E.对不对 Vocational Institute 然后他们转换去I.T.E. It's the end Vocational Institute 还好听一点好不好 It's the end 然后就给人家笑咯 对不对 然后I.T.E.不用紧了 这样这么多课程 只可以读一个课程 那我朋友讲 你读什么课程 Secretarial course 秘书课程 然后每个笑 啊 阿瓜 因为你想一下 新加坡你讲秘书 有哪一指的吗 没有对不对 你去外国 英国还美国 他们秘书很多都是哪一指的 BA Personal Assistant都是哪一指的 新加坡 你有看过BA 还是秘书是难的吗 没有 为什么我可以读秘书课程 在I.T.E. 因为我的英文考得不错 我的语言 所以我的母语 就是华语 跟英语都考得不错 除了这两个历史 书学 科学 韩普朗 全部失败的 一定失败的 从小学失败到中学 中学失败到高中 OK so after that 就不能进咯 也不晓得要做什么 然后就跟爸爸说 其实 我是对音乐蛮有兴趣的 OK 我想去 读这个Diploma 是在那种Art School Lassell 或者是南洋Academy of Fine Arts NARFA 然后就跟我爸爸讲 我要去读音乐 或者读什么演戏 Diater Drama 然后讲讲讲很久 来说服他 我爸爸就看着我 Boy 他们叫我Boy 我妈妈叫我Boy 他们讲Boy 你是Gay 你同性恋是吗 我讲为什么你这样讲 Boy 哪里有男孩子去学唱歌跳舞的 也学演戏 没有 那个年代 你问他们那个年代 你讲说男孩子 你去学跳舞 他一定讲你Gay的 对不对 他们父母那时的想法是说 他没家啦 新加坡学什么跳舞 学唱歌 好小的啦 你要可以参加演戏 只有一个 红星大奖 才华很容易出行修 TCS or SBC 只有这样子 所以那时我跟他讲我要打音乐 他跟我讲 他以为我是同性恋 他讲没有啦 哪一子没有做这种 他摩家的 你要你自己去读 我把你踢出去 我不会宣布你的 我们家里都没有钱了 怎么读这种课程 然后我就讲 那人就算了 我就问他 那你要我读什么 我觉得你应该去读高中 A-level 我看着他 A-6笑喔 我讲我BSLE考得不好 O-level也全部不及格 我还去读A-level 你笑啊 你在做梦是吗 爸爸讲 没有啊 读识人的啦 报识人的 等下我就讲 OK咯 他讲 你如果读这个识人的话 我跟你的阿姨借钱 给你报私人学校去读 所以我就讲随便咯 那时我很判你 离开中学十六十七岁 非常判我讲随便咯 你要你的钱嘛 对不对 你要读什么就读咯 他去报 所以我就讲OK去咯 把万丁读私人学校的高中也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还是要穿制服啦 对不对 所以就没有办法咯 等就去咯 每天早上去学校 八点九点去到学校 点一个名字 点了之后 我就直接离开房间 老师还问我你去哪里 我就直接看着老师 关你屁事 我很坏的 那时十六十七岁 我开始变成很坏的 那时我头发也开始长了 我就很坏 跟老师讲你要怎么样 要打架啊 我跟你讲说 我只是来点名字 点了名我就要出学了 你去哪里 我讲关你屁事 其实我跑去哪里 我跑去楼下那边 那边 那边有音乐室 我们去那边打band 一间世间是要去打band 酗酒 吸毒 很standard的 全部都是一起来的 所以那时就是 我没有跟爸爸妈妈说 每天放学之后回去 还是换回制服回去 今天学校怎么样 OK咯 这样 这样子就骗了两年 每天早上换制服去 把背包里面是外面的衣服 牛仔裤 衬衫 点名了之后 换掉衣服去玩band 吸毒喝酒 then after that before回家之前换回去 骗 骗两年 不错 then after that 很好笑 then不是要考 你骗不到 骗不完 为什么 因为你两年就要考A水准了 对不对 所以考试 我也骗 所以考考 我爸爸问我 怎么样 我讲 没有问题 你看你儿子这么聪明的 没问题 OK 没问题 after that 第二个月 成绩要出来了 result released then我就去拿 去拿一个单 去MOE那边 因为私人了 拿那个slip 成绩单 回去我爸爸就说 欸 考得怎么样 我就给他咯 你自己看咯 哇 光中药主 他讲 终于咯 我们成家有一个终于 你可以 有希望去读大学 then他就讲说 他看看他很高兴 他就说 欸 boy 我问你 哇 你不只拿A你 B都拿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讲 A跟B 我去哪里看 我就想 啊 我就讲 actually 因为我的成绩单 是 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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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ABS 你们懂什么是ABS吗 Absent 我爸爸以为我拿A跟B ABS ABS 就是你拿两个 A跟B 他叫ABS 我爸爸没有读书吗 他不会嘛 他讲什么是ABS 所以你找A跟B 我讲不是 ABS means absent 没有去 那我觉得很好笑 那是 我叛逆嘛 那我爸爸就看着我摇头 然后讲 我们借了一笔线给你去读 读了两年 骗了两年 那你拿ABS 你完全不去 对不对 我就随便咯 你要我读 我不是读咯 对不对 你讲你爽就好了嘛 对不对 我都跟你讲我不要读了 我跟你讲我要去打音乐 对不对 去玩音乐 然后爸爸就摇头了 他讲说算了啦 对 所以那时of course 就去要服兵役啦 所以我就去服兵役咯 每个新加坡男子都要去服兵役 两年两年半 我还觉得服兵役的时候 那时是我最好的时光 为什么呢 因为 他把你关注你跑不掉 对不对 所以你所在兵役里面 有的住 有的吃 政府养 还有薪水拿 对不对 然后 比较有纪律 没有给你乱来的 头发一定要剪 不裂扁 你一定要剪头发 对不对 要跟着一个 每天有每天要做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反而 做兵这两年反而还救了我 还对我比较好一点 但问题又发生的时候 是出兵的时候 服完兵役之后出来 人也不知道 没有读书 没有学历 也没有工作经验 你要做什么 做Garanguni 我在Clarky那边 以前他们 现在还没有变成喝酒的地方 没有旅客的时候 他们那边 拜六礼拜 他们是给人家做那种 跳蚤市场的 卖二手货的 那我就跟我的朋友去那边 拿家里的旧衣服 旧玩具不要的东西 我去楼下政府组屋那边 你们丢垃圾的地方去剪 剪的拿回家洗 洗了拿去那边卖 骗谁 骗游客 真的 你看人家丢的玩具 丢在垃圾桶 我们去剪 剪的去洗 去骂干净 然后拜六 美国的 还是外国的旅客不是来咯 游客来 我们就骗他 这个新的 这个是新加坡 一个很珍贵的玩具来的 然后卖它二十块三十块 偏价偏价这样 你可以偏价多久 所以那时才做了几个月 觉得说很难维持 每一个拜六礼拜才赚一个五十一百块 对不对 那时就讲 OK啦 偏价到 没有什么钱 然后就刚好有一个机会去讲 卖电脑 卖电脑 我朋友讲 欸 你要不要卖电脑 我讲在哪里 福南 所以 我等一下会跟你们讲 为什么我觉得 你们会觉得说 今天不是要分享 应该是分享耶稣跟上帝的 对不对 还没有 后面 后面我跟你讲 我跟上帝有一个爱恨关系的 你的摸刀 因为早期不知道 到了后面才知道 等下我会跟你讲 上帝怎么进来 这整个故事 OK 然后从Plucky那边 喝辣码头 跳槽市场 三个月之后 去福南 IT mall 卖电脑 你不会觉得很好笑吗 我问我朋友 卖电脑 我讲我阿伯来的咧 什么是电脑 因为我们哪里 穷人的家庭哪里有可能买电脑 哪个连带 现在电脑很便宜 那是一个电脑 七八千块 一两万块的 很贵的 然后他给我看 就是这种 他卖那 laptop的 那种手提的电脑 我讲怎么开 我都开都不会开 他讲这边按就好咯 我讲说 ok咯 我讲 i-tok 卖电脑不是很聪明的人 没有啦 卖电脑 像阿伯牌链的 所以我就 去罗 去福南卖电脑 然后就一样 骗游客 骗那种有钱人 我要买电脑 我讲 这个电脑 一万块 这么贵 很好咩 我讲 十二你不懂 这个电脑你懂 伊拉克他们打仗的时候吗 他们美军的时候 他们每个人都是拿这家电脑 你懂为什么吗 因为他很硬 你看 可以挡子弹的 你懂吗 子弹穿布镜 你看 所以那时 年轻的时候 年少无知 你会觉得说 现在讲回去你觉得很好笑吗 那时你在卖的时候 卖到505号的 你讲了你不会排写的 讲到你自己都相信 然后骗完这个 讲伊拉克打仗 另外一个 我们就要拆新的 另外一个旅客进来 Sir 这家电脑 新加坡最好 因为他讲我要最好的 这家 他就问我 为什么最好 你懂NASA吗 他讲NASA 我讲你懂美国太空吗 太空的Agency 他们去太空的时候 他们就只带着架 在太空 他们就是用这架 他们听了 真的吗 我讲真的 因为是最好的 带去太空的 就这样 每次想不同的东西来骗人 对不对 Then after 卖了也不错 But one thing 你看 所以我讲学历很重要 而且要有人教导 从小的时候 你小时候没有好好教的时候 就算给你赚多少钱 你不会懂得怎么去用那个钱 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你懂这句话 今朝有酒今朝追 所以一样 我这个月赚四千块 我今晚花五千块 等下我跟你讲 我数学不及格 就是这样 对不对 为什么呢 今天赚四千很高兴 也没有想说去存钱 去投资 还是去上课程 做有意义的事 你就赚了这个钱去哪里 请朋友出去喝酒 去吸毒 去玩女人 去夜总会 Then 年少无知 因为 你要好脸 来来来 今晚我拿薪水 我请 Then after请了 醉了 隔天回去做工的时候 发现 我花了五千块 我还多调 以前还跟朋友一起去多调 就这样 每天醉 我一个礼拜 我醉大概四到五天 早上做工 晚餐也不吃 就醉了 醉到凌晨 睡觉了 起来再做工 就是这样 所以那时是 大概二十二十一岁 到二十二岁 可是万丁我喝酒 品格不好 喝了我很暴力 我很凶 我真的是一个很凶的人 喝酒的时候 所以那时 吸毒也比较少吸了 嗑药的时候 就变成说 喝酒 喝到过分了 所以喝到一个几点的时候 那时候我发了酒疯 然后我就记得 哇 啼笑咧 然后那时我 我记得我要打我弟弟 跟他的girlfriend 他们在驾车 我在后面 我醉了他们来载我 好心来载我 不懂 蹦炒了什么东西 啼笑 抓他们 他们在驾车咧 哇 这辆车 VIA在马路上 让他们停车咧 两个跑掉咧 剩我在里面 跟我的女朋友 哎呀 走回家 走走走 然后我女朋友就跟着我 跟着我 人家在那边念 直直念 不要喝了 跟你讲不要喝了 你每次喝的都这样 哇 金贝秦你懂不懂 直直念 连直接一巴过去 我是一个很道理 我是一个很道理的人 我打人也不看男跟女 真的 也不看小孩子老人 也不看狗 还是不是狗 我谁都打的 真的真的 在我眼里 我是一个很公平的人来的 要打就打 不要讲说是男跟女 谁弱 谁强 一过 一过 OK 所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就打他 回到家的时候 他又在念 在念 在哭 不再念 哇 别打喊 那时 哇 启笑 哇 真的打 前面 打 OK 那时我们住的那个地方 有一个阳台 很小的阳台 所以那时大概二十多楼 二十三楼 我还记得那时 突然之间我想 不然我把它丢下去 然后我再跳楼 所以因为那时 我自己都不知道 说自己有了一点犹豫 已经是有这个自杀的念头 因为人生没有什么意义 你听得懂吗 每天就是这样咯 赚钱 偏钱 喝酒 去疯咯 吸毒 喝酒 打架 standard的嘛 人生没有意义 那时我才二十二岁 所以那时我就插着他脖子来 我推他去阳台那边 我就要把他丢下去咯 然后after that 就一起跳 然后突然之间 在那一山啊 在旁边有一个人跳出来 抓了我们两个 拉回来 然后我们就倒在地上了 那时都模糊嘛 晚上嘛 我站起来 我就看 哇 你谁抓我 然后看到一个矮矮的人 肥肥这样摸大 脸很难看 我爸爸 我爸爸 by the way 他以前也是流氓啦 他也是牌子的 他这边全身纹身 Scar啦 巴痕 老牌子啦 那个年代的人 他一直在那看着我 你做什么 他我想说 你为什么阻止我 等下 好笑咧 发酒疯嘛 我一拳要打我爸爸 你为什么抓着我 我一拳过去 哇 把腕钉喝酒啊 你看不准啊 你懂不懂 所以你要打架 记得不要喝酒 你要 你如果喝酒打架 你包输的 因为你看不准嘛 对不对 就站起来 我一拳打我爸爸 然后我爸爸就在那边 就这样闪 这样弯一下就闪了 然后他就一拔过来 你疯了 然后我就打 你打我 然后我又站起来 我又多一拳过去 然后他又闪 他又闪多一次 他一拔过来 很随的啦 就是一拔左一拔右这样子 还要打乒乓这样子 你懂不懂 打乒乓这样子 然后我就倒在地上 我就哭了 然后after我就昏了 因为那次喝酒喝太多了 等于多几个小时之后 起来了 我还记得我在房间起来 我看在哪里 然后走去客厅 然后就看到我的 父亲坐在那边 在抽烟 我看他身边 周围的 电视机破了 沙发翻了 冰厨倒了 整个家很乱 他这样子在打仗 全部破了 我就以为说我爸爸啼笑 对不对 他在那边抽烟 你看到他这样讲 排廊 他一定是排廊的 爸其实不是他 你懂是谁 是我 因为你喝酒喝到一个经济 喝到风去 你记忆都失去了 你都不懂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我去做到我爸爸 我讲 我们讲福建话 你去笑 然后我爸爸看着我 我去笑 你去笑 不是我去笑 然后我就 蛤 是我吗 他讲你都不懂你自己做了什么 整个家都给你翻过来 然后我爸爸就说 那时他就跟我 那时我觉得 现在我们要讲一点上帝的东西 为什么呢 你们不信耶稣的 你们会讲 生命中遇到这种事情 是一个巧合 对吗 hang luck coincidence 巧合 你相信耶稣的话 到后面的时候 我相信的时候 你才发现说 这个是叫做奇迹 所以那天我跟你讲 我爸爸他 他不是讲什么 讲华语 那一代的人他讲马来话 讲英语 讲Hawkenway 讲全部的方言 那天晚上 有人上他的身 你懂不懂 我 suspect 是耶稣 真的 我跟你讲为什么 玩笑放一遍 那天我坐在旁边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突然之间耶 你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他的语气不是这样的 他很冷静地跟我说 为什么你这么做 我就跟他说我不知道 他说 你心里 有什么怨怒 有什么恨 有什么伤 有什么悲 需要你这样做 我就说我不知道 我就 因为我很空虚嘛 对不对 我爸爸就说 他说了一句话 他问了我这个问题 说了这句话 问了这个问题 让我转机过来 他就说 你去回想一下 你一路来都坏 对不对 一路来都叛逆 从小到大 没有做过一件好事 只有坏的没有好的 我们也容忍你 我们也容忍你 对不对 所以你什么上天害理的事都做过了 现在你才22岁 我这样子看你这条路走下去 要不然你就去坐牢了 要不然你就是去自杀 对不对 因为有自杀的念头 一定死在街边还是怎么样 就这两条路 然后他就说这句话 他想说 你有没有从事想一下 做一个好人 做一件好事 不要为了大家 为了你自己 然后我就 谁上他的身 为什么突然之间他跟我讲 讲的话呢 我想说 你要讲什么 他说 没有啊 我是告诉你说 你都做全部的坏事吗 对不对 你有做过好事吗 没有对吗 你不懂好的感觉是什么 对不对 为什么你不要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有一个选择 对吧 如果你只会坏 你根本都没有选 就是那条路 如果你有坏 有好 你有的选 对不对 你才知道你喜欢哪一个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他讲你去想一下 他就站起来 突然之间 那个神不见掉了 离开他的身体 他就站起来 我要去睡觉了 你神经病整个晚上 我跟你一起笑 没有睡啊 然后就去房间 关我 就睡了 所以那一撒呢 他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 很不一样 然后就让我去想了 所以说真的 那时 我已经不相信上帝了 其实 就是 我不相信神 不相信佛 我也不怕神 也不怕佛 基本上就是 生命没有了意义 你听得懂吗 你谁都不怕 你连死都不怕 可是 就是跟我爸爸交谈之后 那个晚上 那个凌晨 就让我想了 然后我就走去阳台那边 也不懂为什么 我就忘天了 我就像这天说我这样 我不知道你是谁啦 你是耶稣也好 你是上帝也好 你是管一妈也好 大白公也好 阿拉也好 我不知道你是谁 可是如果上面有人的话 你听得到 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重新开始 把我心中的恨 心中的空虚 给拿掉 让我重新再来 我也不懂 这个是不是叫做祷告 我就是这样望着天 blur了嘛 对不对 我就跟天说 谁都好 你们有人在上面 听到的话 给我这个机会 信不信有你啊 after我这样讲了 对不对 突然之间 你有那个感觉 整个人就比较轻松 讲得出来 就放下了 真的放下 很奇怪 有些人就讲说 哎呀 你自己讲自己爽 你是OK嘴的啦 对不对 你讲太多了啦 对不对 你以为有magic咩 没有magic 我是跟你说 那个感觉咯 信不信有你 then after that 从那一边 一步一步的开始 就go back to basic 从最基本的开始 什么叫做最基本 在22岁 最基本叫做 每天早上8点起来 记得要刷牙 要冲凉 去买一份报纸 去读 自己做自己的早餐 或者自己买自己的早餐 这叫基本 22岁 重新开始 then 找杂工了 所以信不信有你 虽然我现在你看啊 我是新加坡著名啦 获奖的律师啦 等等等等 你这样不相信 以前我跟你讲 我洗过厕所 我在律师楼洗厕所 所以那时也不知道嘛 跟我朋友讲说 跟两个bangra啦 他讲说 他是做清洁工的嘛 那就跟他一起去 清理一间公司的厕所 大公司 去到那边才知道 其实是新加坡最大的律师咯 那时我都不懂嘛 对不对 也不管啦 那就跟bangra 两个人在那边咯 洗厕所咯 每一天这样子 赚50块 30块 然后跟人家搬家事啦 烧灰水啦 卖二手货啦 等等啦 卖衣服啦 Pasama啦 所以 你问我的话 那时我就觉得说 虽然是辛苦 but at least有意义 你听得懂吗 每天自己赚钱嘛 30 50块 You know 从头开始 所以 第二个 神的故事啊 你看 所以我跟你讲说 那时你不会知道的 到了后面 你才会知道说 其实一路来啊 都在那边 所以第一 我爸爸那天晚上跟我讲的那番话 让我去 自导反省 Then after that 向天说了 要放下 第二 我不是跟你讲 读报纸咯 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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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读报纸standard的啦 对不对 就是看 有些喜欢读绯闻啦 有些喜欢看足球啦 对不对 运动啦 有些喜欢看杀人放火的啦 对不对 有些喜欢看政治啦 but 我什么都读咯 就是这样子读咯 对不对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 一个广告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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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ertisement 私人学校 private school so 那时我已经没有读书这么久了 而且每次读书都不及格 私人学校 读这个夜校 有感觉 我读了我就觉得 而且是法律 Diploma and Law from University of London 伦敦的 OK 不用去到那边 在新加坡读啦 一年夜校 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说 嗯 有一个很怪的感觉告诉我说 应该回去上学 而且是要读读课 我说哎呀 maybe是在做梦啦 对不对 都这样辛苦 每天洗厕所 搬家事 做梦是好的 每个人都喜欢做梦嘛 对不对 做梦你明天种多多 我等一下种头山奖 对不对 standard的 大家都很喜欢做梦 所以那时我也是觉得 我很喜欢做梦嘛 你看啊 他这个梦啊 连续啊 困扰着我两个礼拜 每一天我睡觉 我都梦到这个广告 每一天 直直来 直直来 等于在那个梦中 有人啊 直直讲 去读 去读 去报 两个礼拜 等于我就讲 哇 咱们不会打喊了啦 想两个礼拜 很像做噩梦一样 你能不懂 很高位嘛 哎呀 去try一下 等于有一天我就去 那时我跟我父亲 都没有讲话了 没有什么讲话 因为他们看我破鸡子嘛 你懂得说破鸡子吗 败家子啦 but of course 如果我是他 我也是会觉得这样想 ok after that 我就去找我父母咯 在吃饭的时候 我爸爸在那边吃饭 爸 什么 他说 我想问你一个东西 你要借钱啊 要借钱去喝酒是吗 去打架是吗 去吸毒是吗 我说没有啦 不要跟我这样讲话咧 我现在 自己赚钱了嘛 but 我真的是希望跟你讲一个东西 讲 我说 我想去读夜宵 蛤 你讲吗 我想去读书 蛤 Cat Cat 我妈妈叫Catherine 我妈妈在炒菜 在厨房 Cat Cat 你来 你竟然不在笑喝啊 你来 然后我妈妈煮菜煮到一半出出来 什么事情 你爸爸有心脏病的 你不要讲这种东西咧 不要刺激他 你跟他讲什么 我跟他讲我要去读书 我跟他讲我要去读书 我妈妈炒菜的那只东西他掉了 蛤 蛤 你讲什么 我讲我要去读书 我妈妈讲 你发烧啊今天 你是没有吃药是吗 还是你刚才吸毒啊 我讲没有啊 你还看着我爸爸 我爸爸看着他 他们两个开始笑 有时以来 他们一生中 我看到他们笑到最高兴的时候是那时 从小到到 我没有看过他们这样笑过 他们就是在那一时他笑 啊 做饭的去笑 有声 小人 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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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两个在那边笑 我就站在那边 我觉得很好笑 我就笑 跟他们一起笑 笑完了啦 五分钟来 笑笑笑笑笑 笑完了我讲 我讲你们在笑什么 然后我爸爸就跟我讲 你的头没有这么大 就不要戴这样大的帽子 我说为什么你这样讲 我爸爸就跟我讲这句话 boy 你现在有一份工作 自己谋生很好 可是你要知道 有些梦想不属于我们这样的人 我讲什么意思 这样的人是什么 我们是穷人 这不是我们的梦想 我就说 anyway 我只是读一个Diploma 考了 然后去找一份工作 也不可能每天叫我洗厕所去做打杂 对不对 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at least有攻击金 然后可以 apply HDB The Singapore dream Singapore dream Singapore dream 我爸爸就讲说 ok啦 anyway 我不要跟你疯 你跟我讲说 你要借多少钱 我讲 我要借八千 那个夜宵一年八千块 私人学校很贵的 我们都没有钱了吗 不可能 我们一个礼拜 整家吃的才一百块而已 八十一百块而已 整家 五六个人 我就讲 没有钱啦 我想说 尽量咯 你看有没有啦 没有的话 我可能要再等 要慢慢做工 慢慢存咯 然后我爸爸就听了 我妈妈就听了 然后他们就静静了 他们讲 ok咯 再说啦 我不知道的就是说 我的妈妈 她在我后面 她去找我的阿姨 我阿姨是一名教师来的 Retire 以前的老师很有钱的 你懂吗 你懂吗 现在做老师不好的 你现在做老师 你怕学生 她跟你拍 跟你放TikTok 跟你放YouTube 你聊 什么现在做老师 老师去学校 要给钱的咧 不是free的 不好不好 以前老师很好 为什么 因为有Pension 对吗 以前他们 退休之后 他们有退休金的 而且他们有很多福利的 住HODC 他们买房子也便宜 去Chang E Chalet 住Holiday的时候 也便宜 没有讲错 所以我的阿姨是教师 HOD 什么是华文教师 你懂华文教师 在那个年代是最严的 最保守 最严 最凶的 就是华语老师 你懂 很传统的 我阿姨就是那种 就是HOD Head of Department 然后我妈妈就去 她是我妈妈的姐姐 她去跟她家 她叫她 她说 我要跟你借一笔钱 给我的孩子去念书 然后我们家里三兄弟 我是排老二 我跟你讲 中间的每次有问题 真的 真的 他们讲Meter child syndrome 叛逆最坏的每次是中间那个 可是到最后最好的也是中间那个 没有啦 只是讲讲自己 OK 然后她去跟我阿姨接 然后我阿姨就问 你要借给大的吗 还是借给那个小的 她讲 不是 蛤 难道你要借给那个破家的孩子 没有名字的 大家都叫我破家的孩子 我妈妈就说 她讲 对啊 她讲算是 最后一次跟她拨一下 我阿姨讲说 你这个没有用的 她讲说 你有三个儿子 全部都不错 这个交给政府养 要不然就是交给上帝养 你懂什么意思吗 交给政府养就是去坐牢 交给上帝养就是去死 很简单 她说有三个吗 一个不用紧 还有两个 我妈妈讲说 最坏的是她 对 可是我们拨一下 因为我们没有钱人 我们死后也没有什么东西交给孩子了 至少我能做的 以妈妈 以父母的身份 就是 给她一个学业 给她去探家 我也不懂她能不能读了 至少我们给她这个一个机会 你借给我这条钱 那我阿姨听了流点泪 她说 好 借 最后一次 就看她会不会成财 我这个跟你讲应该不可能的 我是老师 我看这样多学生 这个没有用的 我阿姨还是借 我妈妈就跟她借 等一下我23岁了 带我去报名 多么好笑 不好意思 妈妈讲 走去报名 我讲 没有啦我自己去啦 没有不可以 你阿姨讲不可以给你 等下你拿那个钱你去吸毒还是什么 你阿姨讲说 一定要带你本身下去那边报名 我讲 Amy 我23岁了 不要做老企 我有长头发这样 对不对 不用紧了 没有办法去了 躲在外面 等她去报名 等那个报名讲说 Auntie你来报读这个课 你超灵的 这个年轻的 没有那不是我 我的儿子 你儿子在哪里 我要问他一下 你看外面那个 那个 站在墙壁那边 我跟你讲 那时就是长得这样 这样 头发 每次穿黑 站在墙壁那边这样 他们看看 他看看 Auntie 你在讲谁 那个长头发的 蛤 那个马来人爱的 不是呢 蛤 蛤 他来报名啊 他就跑进来 什么事情 坐在那边 儿子 你来报读这个课 蛤 蛤 有什么问题 没有没有问题 没有 我只是问而已 我不是要打架 我是不好意思 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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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妈妈讲 那我就走了 报了 所以就读咯 就读夜宵 早上打杂工 晚上读夜宵 过了一年 我及格 我没有考得很好 我三分之一 及格百三分 及格百三分 对不对 然后 之后我就 觉得说及格了 诶 不错啦 又 你看啊 上帝又来了 很喜欢旧旧的啦 我跟你讲 上帝每次乖乖习习的 我跟你讲 上帝 你们不要以为说 上帝是那种 噢噢噢噢噢 哇 沙尼在你面前出现这样 相信我吧 没有咧 其实真正的上帝 你问我 我的经历啊 他很乖习的咧 五声五声的咧 真的 每次都是这样的 突然之间 考到了 人有一个感觉说 你去考 一个法律文凭 很怪咧 又这次做梦咧 这次睡不着 晚上 这次有那个梦 他说 去做律师 做律师 他说 嗯 OK 去试一下 等于现在我去问我爸爸妈妈咧 他说 我需要你们帮忙多一次 爸爸妈妈就说 什么事情 你都考到diploma 去找一份工作 office job 对不对 8-5这样 settle down 有供基金 买政府组 娶一个老婆 好好做人 就这样 我说 嗯 我想再进一步的发展 你要做什么 现在 我要做律师 蛤 我讲 我要做律师 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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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又出来了 你又跟你爸爸讲什么 你笑啊 我说 我要做律师 我妈妈 blur 看着我爸爸 我爸爸又看着我妈妈 这次没有笑 我觉得这次他们有一点 吓到 他们讲 你要做律师 是 你要做律师来做什么 那时我就跟你讲了 我跟你讲 上帝很乖虚的 突然之间我就讲 我要做律师 so that 我可以帮助私人 他们两个看着我 你是说真的啊 我想是真的啊 他讲 boy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我们这样贫穷出身的 没有做律师做医生 这不是你的梦 不可能 我讲 可以的 我相信可以 我相信那个梦 那个声音 告诉我的是对的 我要去试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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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跟你一起玩 ok 你要多少钱 150千 8千啊 借得到 150千 英国三 因为三年嘛 去留学嘛 150千 然后 他们讲 不便啦 我不是政府啦 我不是印钱的那个 你懂那个钞票 那个签名不是我的啦 他讲 没有办法啦 你的梦想啊 就在这边终止了 我就说 哦 不用紧啦 我去问一下 问 你不要去跟阿龙借钱 ok 我不用紧咯 你懂我去哪里问吗 整个新加坡 跑到完去 每一间大小银行啊 本地银行 海外银行全部问到完 终于给我问到一间 不要讲是哪一间啊 他们那时有这个教育的loan education loan 讲说如果你去英国留学 他可以还去学校那边 你毕业之后才回来慢慢还 所以要还了十年啦 当然要还利息 借到 很高利息 没有办法 所以借到咯 跟银行贷款借钱 去英国留学 我跟你讲啊 你看 上帝 是一个很乖虚的人来的 真的 去英国那边 很辛苦 我跟你讲 其实你们有在外国做过工 留学的 你会知道说 其实新加坡是一个天堂 他们在外国很排华的 你懂不懂 种族歧视 他们看到话 让他们吐口水 他们叫你回家 骂你出话 很坏的 甚至打你都有的 襲击你 OK 所以 真的在那边不简单 很辛苦 因为要自己 自立嘛 对不对 在本地读书很新郎的啦 读完说 欸 今天你吃Pratta 就去吃Pratta了 两三点你去吃Pratta 吃Nasi Loma 一定有开的 英国啊 六点啊 全部关到完了 只有夜总会开 夜店啦 Casino开 在外面啊 外国你晚上不敢出来自己走路 很恐怖的 很恐怖的 因为他们那边随时会出问题的 OK 会被打抢 被强奸啊 被人家袭击啊 很普通的 甚至于他们开枪的咧 所以就变成说 每次就是去读书馆读书咯 然後就 我很集中啦 那时就真的是很集中 就讲说一定要考到 而且那时我跟你讲喔 那时的制度现在已经换了 因为那时如果你要读法律在外国 你的Degree 一定要Second Upper Class 意思就是说它有分成第一等 第二等 第二等有分成两种 上等跟下等 Upper跟Lower 还有第三等 新加坡那时的教育制度是说 你在外国读的法律文凭 只有第一等 跟第二等上等的 才能回来新加坡实习 如果你随随拿到第二等下等的 Second Lower 你不用做律师了 你那张纸可以吃 厕所纸还比较有价值 你那张是文凭没有用 因为你不能实习嘛 所以那时我的压力这么大 150千个银行贷款 一定要拿至少第二等 上等的学位 每天拼命读咯 真的很辛苦 然后还有办公办读咧 在那边 帮人家扫地 捡垃圾 丢垃圾 做杂工 有在餐厅那边卖一次 这种 装五块十块 五磅十磅 这样子 做导游 甚至学校的导游 我可以跟你讲 在最后一年的时候 压力是最大的 因为最后一年 他们考试的那个制度就是说 你不能不及格 你只要有一科不及格 自动它降低你一等 因为你已经是最后一年你要毕业了 不能重考的 你听得懂吗 第一年你可以重考 第二年你可以重考 第三年没有的重考 你只要不及格 一个科目 就自动自动降低一等 压力很大 所以有一天我就 在考试之前 我还记得我在 一条街 傍晚的时候我走过 看到教堂 一间教堂 很奇怪 我跟你讲 很拐虚的 上帝 那个教堂啊 刚好在赌场的旁边 它的门开住了 开一点点这样 我就看 不懂是不是开还是关 我又过去 开 可以进 然后我就进去那个教堂 没有人的 一只大很大的十字架在那边 那不懂为什么呢 我就跪下来 我就跟上帝说 我讲说 你每次都是这样指点 指点 很拐虚的嘛 所以我已经来到这边了 第三年了 你要帮我 给我及格 不只要及格 而且要考到第二等上等的学位 不然我真的是不能做律师 我就不懂为什么我跪下来 我求到流眼泪 可能压力 对不对 不相信的人会讲说 我认为你读书都要疯了 对不对 压力 所以半个小时之后 我就讲 OK啦 就比较轻松了 放下来了 然后明天就要去大考了 然后考的时候 当然你知道啦 你考你懂 你会及格不及格的 考的人 你真正如果有去考你 就知道 不要讲absence的啦 你经过整个过程 你会知道你及格还是不及格的 我可以跟你讲 我考第一天OK 第二天OK 因为我们最后一年了 每年考四个科目啦 第三个OK 第四个 聊 第四个我考的时候 我知道我一定不及格的 你知道的啦 然后我就讲聊 我讲说 这个上帝真的 每天跟我玩catching的 你懂不懂 我就很生气 我讲 我讲这样辛苦 对不对 up down up down kilo kilo 来到这边 不要玩这个东西 真的不要 不要让我再掉下去 这个掉下去 会给我躲龙的 银行的钱 OK 我可能在想 我根本要去自杀 我不要回去了 你怎么回 不可以 把我心里 说要等两个月啦 成绩啊 每天那两个月真的是 哇 祷告 没有我祷告不用紧 祷告还怕咧 因为那时你祷告的时候 你觉得说 一定上帝可能去holiday咧 而且你觉得祷告他不在 你听得懂吗 每次 等下我跟你讲 上帝很乖虚的 你没有找他咧 他就会来找你 你要找他咧 他就不在了 很奇怪了 at least我生命中是这样啦 我跟他每次玩catching的 然后祷告我讲 多龙啊 求多龙啊 please啦 帮我帮我 听不到咧 没有那个feel 没有那个holy spirit 你懂不懂 feel不到 我讲 maybe上帝要教我另外一个lesson 对不对 要让我这样经历 那天去拿成绩啦 所以啊 我的时间extended一点好不好 这一部分一定要讲 我去拿成绩 每个人排队 我讲说 哇 真的很怕咧 然后他们是一个成绩单 这样stabler住的 然后你要给他看students 把手就换了 拿了 我不敢开 然后我跑去啊 我的一个director 一个lecturer啦 他是专门管制国际学生的 很像我的干妈这样子的 很老的 一个老aunty 六十多岁的 八大人很好的 所以我有什么事情 我都去找他 然后我就讲 跑去那边找他咯 然后进去他的办公室 How is your result? Would you like a cup of tea? 英国人很喜欢讲这样啊 Would you like a cup of tea? 我很讨厌喝茶的吧 我喝咖啡的 每次他们开头去 Would you like a cup of tea? 然后我就 OK啦OK啦 T啦T啦 我在那边 他讲 So how? Your results? OK 我讲 我就拿出来 I haven't opened Don't be silly 他就站起来 他跟我拿了 他直接开了 我想我老耶 我讲我都还没有开 你看 他开 他过来拥抱我 我讲这拜笑了 这拜笑了 他这样开了 他这样看 他不是开了 Oh congratulations 没有啊 他开了 哇你了 这拜了 我看他这样的reaction 我就想 哇这拜笑了 要安慰的那种拥抱 然后我坐在那边 他这样 It's ok 哇 哇 国家吃辣 It's ok 这拜笑了 You can go home With your head held up And make your parents proud 他讲这句话 我讲 What did you say? 他开 我看 我不及格 你现在觉得很奇怪吗 对不对 我考的最后一课不及格 然后我在想说 哇阿摩每次很喜欢骗人的 讲这种磕道话 讲得很好听 对不对 哇 讲到我很爽这样 After that You can go back and do your parents proud 你的父母会很骄傲 不及格 我blur 我讲 What did you mean? 我跟你讲 上帝我不是求咯 祂不是不在咯 你懂为什么吗 祂去后面坐手脚 很乖虚的 真的 信不信由你了 这个东西从来没有发生过 在学校 他跟我讲 我用华语来解释 他讲说我们的examiner board 我们坐下来讨论你的案子 我讲为什么讨论 他讲因为跟着学校的规矩 你是最后一年 你已经不及格一个科目 要讲低自动化的 可是有史以来没有发生过 我们大家有一个会议 讨论你的案子 我们大家都觉得 全部的教授 全部的教师都觉得说 你第一年跟第二年 考的成绩很优秀 我们也知道 你的家庭背景 不简单 所以 从来没有发生过 可是我们大家都决定说 你的案子 我们给你过关 我们不会降低你的学位 如果我没有不及格那一科目 我其实拿第一等 你懂不懂 我差三分拿第一等 每次都是三分 很奇怪 差三分拿第一等 第一等学位 but after that by right 应该是掉了 他讲说 有史以来我们没有这样做过 为了你啊 讲 真的 我们给你几个 我们也不降你的几 所以你还是拿第二等学位 上等学位 你还是可以回去新加坡 做你的律师 所以你问我的话 有些人讲 哎呀 Joe 你真行啦 你要去拜神 你真行 是咯 我拜的神跟别人不一样 我的神比较怀虚一点 你听得懂 每次拜不在的时候 他后面去做一点东西 这样子 真的 其实因为时间已经到了 其实后面接下来的 有很多更精彩的故事 有些 因为时间不够啦 你们要你们去YouTube看好不好 我可以跟你讲 接下来的第二段 第三段更精彩 真的啦 神啊 like I said 我相信的上帝 祂不是那种在你面前出现的 每次会给你一个signal 两个signal 三个signal 很奇怪 尤其是我那时候 我爸爸过世的时候 我又跌下来了 真的有犹豫 我去泰国三星 那时啊 我已经give up了 我很生气呢 能不能 我跟上帝讲我不要了 我讲你不要来找我 我跟你翻脸 真的真的 我爸爸死吗 那时死的时候 我是以为讲说 我光中要走嘛 我可以讲说 回来拯救死人 帮忙人家 就是很生气 为什么 我能帮得到这么多人 可是我帮不到自己的家人 因为我每次都是帮没有钱人打官司嘛 对不对 帮穷人嘛 帮弱势群体 所以我赚不多钱 我没有给我爸爸一条好的生活 到最后 他就这样死去了 我很怨上帝 我很生气 我也犹豫了 我跟上帝讲 完了完了 你走你的路 我走我的路 你不要再骗我了 每次叫我做这种 有没有的 跟这样不得去帮这样多人 for what 我是人 我不是耶稣 虽然他头发长得有点像 不要杀我 不要每次叫我去做这种 吃力不讨我的东西 你看没有钱啊 爸爸死了 再过年死他嘛 救不到啊 那时很生气 就去泰国三星啦 去普吉岛 三星嘛 所以我已经是绝望了 我give up 我不要了 我跟我自己讲 我不要再做这个了 我也不要做律师了 我也不要去做pro bono 无偿服务 帮没有钱人 for what 每次上帝给这种stupid idea 我讲不要 我在游泳的时候 我在海中 我就望天 我很喜欢望天 看 然后我就跟上帝讲 我讲 no more 我跟你改管 很像girlfriend boyfriend讲 不要啊 不要啊 改管 no more 我跟你讲 你信不信有疑 再骂一刹 no more suddenly 我看到一道彩虹 不用紧啊 然后我看了之后 我讲 哎呀 不要骗了 第二道 晒白晒 两个彩虹一起下来 我这边想 我老公 出这种pattern了 你懂不懂 我要give up了 我已经跟你改管了 我已经跟你改管了 然后一道彩虹 我看了我还是不相信 哎啦 不要啦 第二道 然后我就想 看 我们看这办 看这办 然后回来的时候 就这样咯 每一步的时候啊 它就会出现 跟你讲 应该怎么做 尤其是我四年前 面临破产的时候 睡码头的时候 四年前啊 我已经很出名了 很出名了 每次上电视啦 上radio 把四年前你们不懂 我辛苦 我中风啊 中风了 我老婆离开我 我的前妻啦 然后甚至离婚 然后我也 差一点破产 银行欠十多万 然后沦落到啊 我睡码头 跟我朋友一起跑船 抓老鼠 抓蟑螂 做pest control啦 所以有一次 我们去印尼啊 公海 那时我已经是 已经不要做律师了 我讲说算了啦 做到律师 这样都没有意思 你听得懂吗 如果被破产的话 license啊 执照被吊销的 自动的 我就讲算了咯 然后我跟我朋友 一起坐小船 去公海 印尼那边 要爬船嘛 爬上去大船那边啊 去做pest control 我跟你讲 所以那时啊 你问我 上帝在吗 不在 上帝在我心中吗 不在 真的 不在 但我跟你讲 他很乖虚的 对不对 我坐小船去 去到公海印尼了 晚上啊 突然之间啊 信不信用 沙特尼刮大风 我们的两艘船啊 小船跟大船 撞上了 撞 我们飞啊 我们抓住了 他的船就是这样的 很像Viking啊 你懂Viking吗 这样 撞了十分钟 我心里讲 这次完了啦 一定会死的 在公海又是 晚上的时候 完了 这次抓住咯 撞啊撞流血啦 撞撞挖 差一点点就飞下来了 突然之间 他的风没有去 看 他的船就分开了 那时很好笑 我的朋友跟我在一起 他也是差一点点掉下去 我的朋友是拜神的 刚才发生的时候 你觉得可不可能是 耶稣要叫你回去 我讲你在讲什么 你拜神的人 问我耶稣 你没有相信的人 你都不相信的 你问我这个 他讲 没有嘞 我看你的神很像是 maybe给你一个signal 跟你讲说 你不要跟我这样子爬船 这不是你的命 我想怎么说 他讲你的命是 你是律师的 可能你的神告诉你 现在应该是时间上岸了 不要再走船了 我走了半年了 不要走船了 你要回去拯救世人 这是你的使命 我朋友跟我这么说 他拜神了 他讲 maybe耶稣给你signal 给你撞吧 你没有死了 所以要给你 行力破大 你知道吗 不然你走得很爽吗 以为没有事情 就给你行破大一次 我就想 有可能 然后就回去咯 回去 然后跟朋友借了一笔钱 开我今天的法律事务所 那个是四年前 我还没有跟你讲到 我中风的时候 躺在医院自己一个人 父母全部都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我辛苦的时候 我没有跟人家说的 你看 this is one of the I think 上帝给我最明显的指示 很恐怖的 我躺在医院那边 吊水 半死不死 中风 然后我就那时想 哇 这拜消掉 你懂为什么吗 因为 你住私人医院 你懂你的那个 hospital bill 多贵吗 算万的 我讲这拜 一定的 一定料 没有办法 要进医院就是要进医院 对不对 然后我就在那边 流点泪 我哭 真的是 做一个这样出名的律师 拯救这么多新加坡人 外国人 我讲 就是这样吗 让我躺在医院 给我破产 这样子 半生不随 中风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我很讨厌上帝 很讨厌 我想说你不要每次 给我这种东西 很辛苦的咧 不是每一关都能过的 我每次跟他这样讲 我每次跟上帝讲话就是这样 我的祷告就是这样的 用讲的 然后我就有点料 我讲我真的不可以了 我讲很辛苦了 老婆跑掉了 现在中风 面临破产 抓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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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 你还要我怎么样 流点泪 我讲 跑了 明天discharge 后天还是 后天出院 哪里有钱 很好笑 你看我在流点泪 我在医院 我喊 我讲不可以了 我在骂上帝 真的在骂上帝 突然之间 我的电话响 有一个message 晚上 我的电话 message来了 信不信由你 你懂那个message 是谁send的吗 不是上帝 上帝没有send message的 你不要以为说 我这样high tech 上帝 send e-mail send message 没有啦 没有这样出神入话 我都跟你讲 上帝每次是很乖虚的 我看 Hi Josephus This is Joel I am the new agent who took over your insurance policy Please contact me if you need anything 我自己都忘记了 很多年前我买了保险 我有买 但我忘记还 我lapse 我不懂 它有自动扣 我完全忘记 刚好我流点泪 在骂上帝的时候 那个message 我看 我就message 我现在躺在医院 他讲 因为我今天要出国 我跟你讲 你的policy号码是这个 明天如果你有discharge的时候 你跟他们讲这个policy 你一分钱都不用还 It's covered Fully covered 他就放电话 我毛赞 真的 刚好我在骂上帝的时候 我在那边哭了 我讲不要了 不要了 他message来 没有事 没事 然后真的 我下去我还不懂 要不要相信 我叫他discharge counter 我给他policy number Mr. Tan你可以出院了 我讲 就这样 你的insurance cover他完了 没事 没事 你可以走了 然后我走出去 我又望天 我站在Eagles外面 我望天 没有彩虹 也没有突然 鳥降下来没有 我站在那边 我就觉得说 突然有一种很轻的感觉 像 上天 我上帝跟你说 放心 放心 天无绝缘之路 你感觉不到我的时候 不是因为我不存在 是因为我抱着你 所以你感觉不到我的脚步 我一直都在你身边 一直都在 这就是我的故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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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